這個遊戲叫做 召喚 是叫召喚還是真兵喔 你們 羹桃欸 字幕勒 啊我選英文字幕怎麼沒有字幕 哈哈我不用去當兵太爽囉 然後馬上外面有一個類似史達林的人 要來找你去當兵了 我還在裡面爽 講什麼啊 太爽了大家玩遊戲 他就在外面聽到我在那邊嘻嘻哈哈 等一下他媽的 在我玩正爽的時候誰在敲門 到底是誰啊 他是不是在講跟我差不多的意思 這個 孩子好面熟喔 從 從 從貓眼偷看一下 到底是誰在那邊咚咚咚啊 這是真兵模擬器二代嗎 什麼啊 什麼啊 這還有解謎在裡面喔 這什麼東西啊 這在排什麼 啊這又是什麼 俄羅斯佩佩蛙 什麼啊 全都俄文的怎麼看得懂 是不是有一些俄羅斯梗 梗在裡面了 人家好大喔 喔 找到方法逃脫 人家要來增兵了啦 完蛋完蛋都打不開耶搞什麼 屁 幹嘛 屁櫃屁 趕快解謎 解好謎之後我就可以逃跑 逃跑之後繼續 打我的CS 我才被他當兵欸 這個地球怎麼拚啊 靠 一次跳兩格看看 這樣 拿到新的key 我殺小鑰匙 喔 某個娃娃身體裡面有 屁 找到了畫可以裝 這是解謎出去的遊戲而已嘛 這個吧 有了有了 秘密鑰匙 秘密鑰匙 這個啊 拿到更多的話 廢廢 有了 水屯 他在鑽我家的門欸 搞什麼 白色勒 水屯是這個嗎 小精靈是藍色 蜘蛛 蜘蛛 蜘蛛嗎 不對啊 等等 這寶箱開了啊 Tica 去地下室 開電箱 欸 生兵仔不見了欸 什麼鬼地方 欸我記錄了欸 基層大師 對啦 先把蒸氣關了 隱形的蒸氣 呦 他一臉非常有自信的樣子 這東西 跳水管 這傢伙是沒辦法直接鑽洞的啊 還有一個東西要關 這叫做解謎 動作冒險 這遊戲堪比古木奇兵 不要在那邊雞蛙一根獎喔 這邊還要再關一個 上面 上面 喔 幹 我沒體力欸 這是什麼俄羅斯郵差啊 蛤 蛤 蛤 A啊 開A啊 你媽的 他媽的你媽的 加加你媽的 你媽的 他會穿嗎 哇靠 挖死他 你被真兵了 幹 全部重解啊 這裡有沒有手動紀錄啊 你媽的 加加你媽的 加加你媽的 我應該是要逃上樓吧 我怎麼可能會在這邊繞啊 你媽的 死路啊 你媽的 快逃啊 快逃啊 趕快逃回家 他可以拆水管 我逃回家有什麼意義啊 你媽的加計 你媽的 快回家 史達林要來增兵了 靠 這 這還有分關卡吧 蛤 現在怎麼辦 我有Keycard了 開 這房間這麼大 我為什麼要Keycard鎖啊 是 門的鑰匙 又要解更多迷嗎 這不是那個什麼 炮彈射擊遊戲嗎 史丁上面有 我 電燈解謎 什麼格局啊 這間就是 對這樣 錄影帶 錄影帶2 看個片片鴨鴨鯨 金 哇 我還要 不累 你媽的加計 你媽的加計 這是什麼俄羅斯妖精吧 笑死了 欸我家怎麼有水盾 這是廁所嗎 密到 啊 把他撸開 怎樣 可是我沒有墊腳的啊 怎麼跳上去啊 水盾拿來讓我踩一下 這個不能撿欸 這怎麼 怎麼撸進去啊 金老師欸我的話勒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東西不能 拉著 往後拿起來 這邊都拿不起來啊 這是什麼狗地方 桌子底下的東西 什麼木櫃子底下 木頭色的 木頭色的 妖精牛奶 這是作者是不是啊 我想要去剛剛那個 通道裡面欸 可是我沒有任何道具可以再去擠了 怎麼擠不開的啊 東西都飛爛了 怎麼了怎麼了 99秒找寶物 什麼木製櫃子 這邊這邊 啊 啊就這樣砍的是不是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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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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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啊! 咪啊! 走啊花的放! 咪啊!咪啊! 咪啊!咪啊! 咪啊! 我逃出來了! 這遊戲原來還可以跑出來喔 很大的地圖嗎? 幻影旅團 句點 4號 哈哈 我要取得他的 蜘蛛標記 來囉!哦! 4號4號! 不是啊!這我啦! 我褲子破洞欸 吸手! 4號 怎麼?你想要來取得我? 幻影旅團的位置!你就放馬過來啊! 我現在就幹掉你! 來跟我來! 我們去找空曠的地方打 這什麼蜘蛛幫啊 想打贏我 你必須先打贏我的小弟 對啊他們怎麼拿空手跟我打 怎麼那麼多斧頭啊 怎麼那麼多斧頭啊 可以雙斧嗎? 歐拉夫 欸他有掉錢欸 歐拉夫 歐拉夫 他人可以得到money欸 歐拉夫 發達自負 就靠這裡了 這幹嘛 從人身上找到錢 歐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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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身上的錢就達成任務了這樣 地上也有啦 你們為什麼要笑得那麼爽啊 這遊戲生死關頭了 沒有蜘蛛的聲音啊 牠會噴錢嗎 還是不會啊 連寶都不會掉 來吧 俄羅斯地上到處都是錢啊 我們一起去俄羅斯啦 喝啤酒補血是不是 我們一起去俄羅斯 發達致腹 牠噴錢出來了 這不是瓦拉卡斯的模組嗎 我拿到成就是瓦拉卡斯了 可是就是烈紙版了你知道嗎 之前瓦拉卡斯的獨立作品 臉膜 100%像 這他媽烈紙版 這遊戲玩完之後會有一種東西烙印在我的腦子裡 這遊戲玩完之後會有一種東西烙印在我的腦子裡 哇錢啊 是不是這種翻譯 是不是這種翻譯 歡迎你來到 波萊迪 熊熊餐廳 這是俄羅斯版的啦 摸住好爛喔 原本不是逃兵嗎 你逃兵了你要有錢過足夠的逃亡生活啊 懂嗎 幹他的屌錢 他生氣了 卡媽的那是我用 我用來蓋屌的錢 你知道我的屌會著涼嗎 你就這樣拿著我的屌錢 你忍心嗎 你為什麼要幹我的錢 你還把錢回來 我在外面欠了 無數的錢 朋友都不理我 我只能睡在公園而已 你竟然還把我的屌錢搶走 他這個人是要講五百分鐘是不是啊 他哭 他哭 靠北 在哪裡 是了是了 傻小啊 吵死 剛剛他哭了一大堆屁話 到底是講什麼啊 我真的不知道耶 誰聽得懂啊 裡面有人懂了俄羅斯文嗎 又是 嗚咿 速卡 我現在剩幾個錢啊 我還差一個耶 要成功了 好 剛上面我沒看清楚耶 再上去看一次 沙坑有一個錢 好 中間那個根本就擋路小怪啦 boss只有一個有動畫而已 他一腳就把我踹飛了 這邊這邊這邊 嘿 往哪裡走啊 我是要去 柏萊迪的熊熊餐廳嗎 跑去烏克蘭 這不是這裡啊 賄賂他 還是要去那個 我在俄羅斯有十疊鈔票 我變成有錢大佬了 我有錢離開這裡了 走路有風啊 看到沒 我有錢啊 我要離開這個死坑了 再見 廢物們 直接上了 真招運冰車 罵廢物們 廢物們 而我賺到了一大筆的錢 一大把鈔票 就是最後上了這台車子 是甚麼意義啊 跑不掉的啦 你知道嗎 你只要是個俄羅斯人 你就跑不掉的 這個叫做 神速增兵 我覺得這個遊戲 他前面放了一些 討人厭的謎題啊 比較不好玩 他應該要著重在 就是整個劇情演出 然後我們就是要逃離 那個垃圾兵役宅這樣 先關掉啦 沒有啦 最後的結局 就是逃不過的命運 大家一起 當兵去了